在英國先生的審命裡面 他的太太 淹土留守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路線 他不但在跟淹土留守結婚 做生化的時候 共同來享受消費運動 他也是淹土留守生化裡面 最健康的一條路 淹土留守在一九六九年 在六十五歲時來過世 淹土留守的身體 可以說是比他整個身體更好 我經常看到雄先生在說 他從現在開始身體就不太好 但是比他身體更好 淹土留守在人生裡面 他不但為了支持家庭 為了消費運動 他用整個身體過世 我們都知道在我們去世代 像淹土留守這種電盤 是我們台灣的新路線的電盤 他不是只有一個生活上很堅強 可以來照顧到他的家庭 他也走出這個家庭 來將來對抗日本人民的統治 和建築 參與很多消費運動的勇敢 台灣的勇敢 我們繼續這首歌 是要來紀念 立土留守 在開始的時候 我有看到 有幾乘師的家族 來到這裡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 有些楊之斌先生 幾個人可以 讓我們看看 楊青 楊翠 還有看到楊太太 有幾乘師的媳婦 她過了去美國 我們要開始這個節目以前 我們要來請楊翠 楊翠 楊翠 來跟我們說幾句話 這幾個年 我去檔海飛行的時候 那時候我看到的阿翠 還沒在讀書 很小時候 她跟她的阿公 有幾乘師 住在檔海飛行 有幾乘師跟阿翠 同的人 就是生活在那個地方 我想她對楊翠師 對她的阿公 那時候的少年 一定比法人更穿 更穿 我們要來請她 來這個地方 來講 她如果說生活在裡面 生活在裡面 最重要的 入圖路師 我們請她 允許 允許 楊翠 好